英文字幕支援 社会计划 晚安晚安 都来了 欢乐星期三 不會考慮跟全民瘋車不辣 不是啦 全民瘋車罷啦 靠腰啊 你不要打錯餒 合作 不要 我又不是那個 我又不是妹 跟館長直播沒有發揮實力 不會啦 然後什麼 在人家的台不要太high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知道這個 人家希望呈現出來的節目是什麼樣子 搞不好人家想要呈現出來 是一種比較專業的氛圍 我們這個人就是這個多樣化 我們到不同的地方 我們就要呈現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你看像對不對 我們上電視我們也要有不一樣的那個 要尺度拿捏 有機會我們到這個 SWIG的時候又不一樣 呵呵呵呵呵呵 對不對 我們到SWIG的時候 有時候不一樣 好不好 Masino 火星犀牛 電競椅 好不好 那個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還不錯 AUTO CARE 就是我們今天要抽的好不好 這個美容用品的 通風以電風扇會不會很大聲 不會 而且你也不會覺得它有在運轉 一開下去馬上就涼了 超屌的 我都想把它分解開 研究一下 它裡面到底怎麼做的 真的啦 那個是真的有用 像我最近是開QX50嘛 我最近開QS50的時候 它QS50只有電熱儀 沒有電冷儀 所以有時候覺得悶悶的 這種天氣悶悶的 有時候真的會騎疹子 幹嘛 不舒服 車子開室內循環 還是會聞到外面的臭味 兩個東西啊 就是一個你室內外循環的那個隔板 隔板其實會有一圈海綿 沒有辦法密封 如果你的車比較舊的話 那個如果你的車比較舊的話 那個如果你的車比較舊的話 還有一種就是說 如果你舊室的車的室內外循環 是拉那個鋼索 WIRE射的 所以你那個鋼索如果它的機構已經壞掉了 所以你可能在調的時候已經沒有作用 不會把那個閘門關起來了 那比較新式的車子是走電動馬達的 那如果說你的馬達掛掉了 也是沒有辦法把它密封起來 所以外面的聲音就 外面的臭味就會被吸進來 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是可能因為我現在我發現 那個粉絲專業的問題真的太多了 我可能沒有辦法全部自己回 所以可能白天的時候 我會請小編回 因為我發現白天我如果忙 我真的沒有辦法及時回覆 有些人說他可能在12點的時候 可能在12點的時候 私訊粉絲業說他這個1點2點要來看車 我就看不到 因為我不可能一直盯著粉絲業的訊息 所以白天的時候我可能會讓小編來回 那晚上這個下班之後我就會 我就會自己回 看一下白天沒有回到的問題 對啊因為現在真的訊息量太多了 然後我發現好幾次就是 比較即時比較緊張的這個 比較他比較需要即時處理的問題 我可能沒有辦法立即回覆到好不好 好因為有些像什麼問車架啦 那種比較簡單問流程啊 那種比較簡單的話 那我就讓小編來回 對啊我們有那個耶 我們有口罩耶 來來借看一下 我們有做兩款口罩一款是這個黑人牌口罩 打開看一下有沒有 反正就黑人嘛 對啊你如果要問前程啊問事業啊問感情啊 那個可能要這個大師下班的時候 才有辦法幫你蓋破好不好 才有辦法幫你蓋破 另外一款是這個彩色版的 彩色版的是這樣 有紅桿子啊有車子啊有什麼的 我們有做兩款口罩 之後這個我們那個商城阿呆會處理 我們有去申請那個醫療用品販售的資格 還蠻舒服的那個板娘說其實蠻舒服的 這個材質是比較細緻的 蠻透氣蠻舒服的好不好 這個是能賣多少錢啦靠腰 印上小事的mark價錢水漲船高這樣 沒有啦可能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賣欸 因為我想說本來是坐著有沒有 那我們自己員工 因為我們那麼多員工每天都要換口罩 每天都要戴 那我想說我們自己有一個統一性對不對 跟制服一樣 大家就統一都戴一樣口罩公司來提供這樣 付上簽名公道價八萬八 加能量水開運手玩行運預守台灣製造 這個本來台灣就很會製造了 這沒什麼那個的 他們現在都用這個無毒油墨啦 對年輕人談戀愛有妙不可言的功效 有喔有喔你戴著這個mark 女孩子看到不一樣喔我告訴你 他會跟他說欸你也看小獅我也喜歡看小獅 有沒有你們就有一個共同的這個話題了 女生問說黑人下面那個是什麼 我問他說你真的想知道嗎 這個叔叔帶你去比較沒人的地方 慢慢告訴你 就直接這樣子回答就好了啦 看片是數位的還是MP3CD應該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欸 沒有CD吧 一首歌欸 有人一首歌在弄CD的嗎 那是怎樣一個CD裡面 就一首歌然後repeat重複 重複摳80次這樣 男友都逼我周三看小獅 無欲品你認真喔 你真的有男友嗎 有一首歌的有一片CD裡面只有一首歌的 這樣對得起觀眾朋友嗎 不是至少都有三首歌 不是即使是說我在想說這個我們的人 我們都很怕觀眾朋友這個吃虧嘛 所以即使我們只有一首歌的話CD裡面也要塞滿一直repeat 塞滿100次的repeat的同一首歌這樣 買馬克杯送CD 現在是馬克杯比我的CD比較貴 這樣就對了 你的意思是這樣 什麼鬼東西 我沒有要轉戰演藝圈啦 對我要當一片歌手 對 跟一卡皮箱是異曲同工之妙 我要當一片歌手 有歌詞還有無歌詞的純音樂 然後再一個remiss無曲版 漂亮 欸不錯喔 唉唷可以喔 怕重複播放太多次CD損壞多送一片 買車送小獅歌CD 每台交車的時候車上的歌都放我的 欸這樣也不錯齁 從這邊交車的時候開出去一按 這個是我的歌這樣 聽了會讓你們驚豔 我想不到原來小獅 小獅可以這樣 挑戰自我 挑戰自我極限 錄完了錄完了 有沒有什麼心得喔 我有拍片啦 就是覺得蠻困難的啦 真的蠻困難的 沒那麼簡單 來來來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這個問題 上次我遇到很多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4artist低速會抖動 那我也在這個粉絲頁上面 遇到很多訊息這樣的訊息 說小獅我的歌齁 我的車啦 我的車到30會抖動 我的車在什麼時候會抖動 我的車在什麼情形會抖動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太過於 有一點沒辦法隔空抓藥的原因 是因為抖動有分很多種 你知道嗎 有沒有有心理上的 生理上的 不是啦 抖動有分嘛 你那個它那個抖動是輪胎 輪胎上面的抖動 底盤上面的抖動 還是引擎的抖動 還是變速箱的抖動 還是這個冷氣壓縮機的抖動 所以其實那個抖動狀況有 真的有蠻多種的 所以我如果只聽到抖動兩個字 我真的不知道是 還是你的乘客在試試鑽 你幫他輪順 你知道嗎 是點火的問題 或者是點火的問題還是這個 因為抖真的有分很多種抖嘛 輪胎的抖 傳動軸的抖 方向機的抖 方向盤的抖 整台車的抖 引擎點火問題的抖 變速箱這個齒輪問題的抖 CVT的抖 所以其實蠻多種的 那你看像戴蒙他如果說 是點火的話 那點火的話 這個抖是 烤耳點火不平均 你就已經知道是點火了 對不對 所以他是 烤耳的問題嗎 火星塞的問題嗎 還是你的引擎腳的問題的抖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建議啦 我真的建議說像這一種 比較沒有辦法隔空去判斷 比較沒有辦法隔空去判斷 因為抖動牽涉到問題真的蠻多的 那有時候我倒覺得說 要去給專業的實際看過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準確一點 不是說你們不能問這個問題 有時候有一些問題實在是我會愛莫能住 真的啦我講 我講了一百種抖動的地方 你還是得去修理場一個一個檢查 我講實在話是這樣 那我也曾經預告過他的抖動是 他的輪胎的那個胎紋啊 塞了一顆石頭 卡了一顆小石頭在上面 真的他低速的時候就 他覺得怎麼有點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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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知道說 那個是底盤的抖動輪胎的抖動 那你去檢查輪胎 你就會發現那顆小石頭了 是這樣子的 或者是有些抖動是代速馬達的抖動 代速不穩的抖動 然後原廠只會插電腦檢查故障 所以我們現在才知道說有一些外場 外場師傅經驗的重要這樣 像我也曾經問過說 消費者問我也是抖動的問題 然後我說感覺起來 聽你的敘述像是考爾 但是他又很不確定 那我說沒關係 那要不嘛 你就先從考爾換看看 把考爾換掉 反正考爾不貴 他替打車我記得考爾一隻 一隻不知道 應該不到一千塊吧 我說那不然你就先換考爾 反正如果換下來 還在抖 代表不是考爾問題 你試試考爾備用也是好的 不然我隔著空 我真的不知道該叫你怎麼去 該叫你從何修理起 壓縮機發電機啟動馬達 故障到底是要換整修的 還是要換副廠的 換原廠的 換鎧泰的什麼 鎧泰的我是最不建議啦 所謂鎧泰就是沙漏劍 我是最不建議的 對啊因為沙漏劍是這樣嘛 現在裝去好的就好的 不好的他也不理你了嘛 或者是現在是好的 兩個禮拜之後壞掉了他也不理你嘛 因為 常常會有這種情形啦 你一個車款你這個東西壞掉了 你要去拿沙漏來換 你這個東西會壞掉就代表說有可能 這一個問題是在這個車款上面 耗發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極有可能 你到這個沙漏廠去殺的零件也是 有可能他是壞的 或者是現在還沒壞以後可能會壞 所以 我是最不建議用沙漏劍 沙漏劍的話我們都會去買一些什麼燈殼啊 手套箱啊 這個試蓋啊 那種比較 就是沒有安全疑慮的東西 一些外觀內事件 你可以去買沙漏的 但是我覺得一些零件 沙漏我是一定是不會用 那至於正廠副廠 修理 這個就要看你的車的年紀 還有你的經濟狀況 你愛車還要開多久 你還打算要開到天荒地老 你就是換個原廠全新的一定沒問題 你只打算再開個一年 好兩年了不起 你就換個副廠零件 或用整修的我覺得也OK 好我認為是這樣 其實很多人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我還是跟大家講 有時候老車 你還是得設一個停損點 你撞不行一直收你一直收你 小四哥對新發表WRX看法如何 感覺看下來舊款會不會因此比較保值 其實我跟你講不會耶 我跟你講這跟FIT那些都一樣 你不要懷疑我們已經 已經遇到蠻多次 其實有時候覺得新車好像感覺 剛出來比較醜有沒有 然後覺得舊的是不是會比較搶手 我跟你講不會 媽的就跟你們男人一樣 女孩子永遠是年輕的比較好 你知道嗎 新的一定是比較帥 管他醜管他怎樣 你看米靈我講米靈就好了 米靈大鼻子出來 媽每個都說醜 問題是現在誰開在路上誰就屌 怎樣 大鼻孔怎樣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會 因為這樣什麼舊款比較保值 大家媽的男人一樣 永遠都新的馬子比較好 吃不到的我跟你講都100分 沒有這麼酷酷多 吃到就嫌壞了 買油電車會不會先把大電子的錢先扣下來 不一定啊要看前車主有沒有換過啊 人家剛換過你給人家扣誰要賣你啊 講到這個啦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的我覺得這個不要檢討客人 不是檢討客人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客人來啊就會說你們這個輪胎啦 沒有換過對不對 這個你們不是說這個 我們都會建議嘛 比如說他跟我們買了車 我們就建議說 來我們有個補貼方案 那你可以來換這個 你的輪胎剛好到了要換的時候 那這個我們公司會幫你出一半 那你出一半 我們把四個輪胎都換新的這樣 那客人就說我看你影片嗎 你們輪胎四個不是都會跟客人扣錢嗎 啊我要扣人家不就每個都嗎 傻傻的都會給我扣 不一定好不好 啊我們不用管嘛 你為什麼要管前一個人 我有沒有扣到錢 他如果沒有扣錢 你要加錢跟我買嗎 對不對你也不會嘛 所以很簡單 我們的車價錢開出來就是依現在的狀況 假設我開30萬 這個輪胎就是可能到零界點 那我們就開價在這裡 好啊你如果說我們都會扣錢 輪胎有換給你 我開32萬就好了 對不對 啊這麼無聊 和這個也大家買在那裡 我覺得很沒意思耶 啊你們不是都會扣 啊我沒扣到你要加錢嗎 啊不就每個都要給我扣 對不對 不是每個客人都我們講怎樣就怎樣嘛 對不對 不然你以後車賣我要跟你扣 你會給我扣嗎 你還不是乾乾叫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不管有沒有扣 那都不重要 我們價錢開出來就是以他車子現在的狀況 開出來 當然他輪胎如果四條都是新的 我開價會更高嘛 啊就是因為 他的輪胎到零界點所以我們開價會比較低嘛 啊就這麼簡單嘛 好不好 齁就這麼簡單嘛 怎麼都沒看我小事哥收Skoda 我覺得Skoda 我很討厭不喜歡收Skoda的車子 因為他們每次齁 他們每次齁 媽的價錢都開高高的 然後到最後齁 媽的大甩賣 那個真的會他媽的 我們那些車上會被玩死 真的會被玩死 我好幾次那個Skoda都賣到提心吊膽 你知道我之前有分享過什麼Rapid有沒有 Rapid Carlock有沒有 那都買很新的有沒有 都買一年兩年車而已 媽的新車開高高的 開九十幾萬開一百多萬 到最後促銷的時候 那九十萬那你賣八十萬那你賣我怎麼懂 媽我買一年兩年的車我一下就GG了 我幹嘛跟他賭神經病喔 你車也沒有特別好 我今天來看到那個論壇有一台才開 Carlock開兩萬五而已 三千公里吃掉一瓶機油 回去原廠跟他說正常 三千公里吃掉一罐正常的 傻眼 用輪槓耶 永久不用換機油 你只要記得三千公里 每三千公里加一瓶機油進去 我們這種是這個環保 環保 我們這個是這個車的設計就是環保 你知道嗎 我們不用漏掉髒的機油 對環境造成汙染 我們採用的是一種這個 自然生態環境的一種 無限循環的一個原理 你就每三千公里 你就倒一瓶一升一公升的機油 進去就好了 他自己會一直輪槓一直輪槓 永久免更換機油 你就一直讓他輪槓 一直讓他輪槓 一直讓他輪槓 超環保 大家都說 歐洲工藝配備又好 又有跟車 上面AEB ADB A三小B 臭B 大B 爛B 全部都來了 全部都給你 還有自動機油循環系統 這麼高科技的配備 不買嗎 不買嗎 現在新的最近不是又新的那個什麼 奧特維亞 空筆 空筆 空筆是怎樣 連續寄 媽賣九十幾萬的樣子 是不是 我記得好像賣不到一百萬 還有人 是車評說還什麼 車評還誰說 還讓不讓人活有沒有 什麼都可以說 讚 好吃 很多年份新的白牌營業車怎麼判斷 我跟你講 這個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 不要被所謂的白牌 去模糊了你的焦點 你要買一台車的焦點 還是在於里程數跟車況 有沒有事故有沒有泡水 那跟他之前是不是白牌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我不要再用女孩子來比喻了好不好 我都被人家講物化女性 對不對 這個女生是職業的 跟她是非職業的 我們看的是她的 現在的這個狀況 車子現在狀況被操得凶不凶 被操的次數多不多 對不對 有皮都嚇了嗎 整個都嚇了 比如說這個底盤鬆鬆的 方向盤鬆鬆的 我舉例嘛 對不對 被操得很爛了嘛 雖然他不是掛職業的 但是這台車也被操得很爛 那還是不能買啊 搞不好人家 是這個賣笑不賣倉 賣笑不賣生 不是不賣倉 對人家是賣笑不賣生 搞不好出來車況很好 所以不要被所謂的 不要去擔心什麼白牌營業車這種事情 好不好 雞也有愛國的 沒有啊 很多人還是會說人家韓國車現在做得很好了 應該也有吧 這句話我就說了 我從20年前聽到現在了 說人家韓國現在很進步 人家韓國車現在很好 你看現在韓國有這個K-POP 有沒有 有這個韓團 女團 飯團 沒有啦 喜歡 喜歡就喜歡 那我要去 我店裡有一個 來一個韓國粉絲 我們討厭韓國人 可是對不對 人家跟我們寒暄我們還是要吧 小文師哥 我是你的粉絲 我都有看影片 喔 我講台語你聽得懂嗎 喔 沒問題喔 沒問題喔 聽得懂 這發很屌 真的真的是韓國的 韓國人都很愛國 你知道他來還穿那個 有韓國國旗的衣服 你知道嗎 他們超愛國的好不好 他好像是陪朋友來保養車子 之類的 我是你的粉絲喔 影片 很好笑喔 他真的口音啊 真的就口音 真的是口音 口音不是日本 我不會學啊 幹 那是日本江 日本江不是好不好 日本江不是這樣 後面講的有像 我在韓國公司上班 原來林曉婷你也是汗奸 不是啊 開玩笑 開玩笑 開玩笑可以啦 開玩笑無傷大雅 買中古油電車要注意什麼 就注意有沒有那個啊 臥底 對 就注意有沒有換過大電池 把那個大電池的錢 我覺得油電車喔 跟大家分享好了 這樣有人問油電車喔 油電車其實不要去擔心 很多人在擔心油電車的電池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喔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你今天你要買Camry的油電車 那其實喔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喔 同年份的Camry 油電車跟汽油車來到二手車的時候 其實殘值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問題是油電車新車是比汽油的Camry還要貴的 所以其實他大電池的錢已經反映在他的折價裡面了 而且他大多配備也會比汽油版的更好 這是這樣一個原則 所以有些人很奇怪就是 很多人他在看一個東西的價值的時候 都看到那個表面的東西 你看的太表面了 你只要看到表面說啊 我一直在鑽牛角尖在於那個大電池壞掉會很貴這件事情 可是其實 如果我們假設Toyota來講 不就是那個五萬塊錢的一個價格 你把這個心理準備做好了 這東西為什麼不能買 那當然再來我們在選購的過程中 我們當然要去了解前車主有沒有換過 對不對 車款好不好 換過換了多久 幾公里的時候換的 所以你要記得其實他這個電池的部分 在折價裡面其實已經折給你了 其實已經折給你了 你就不要再去把Focus放在說大電池會不會怎麼樣很貴 那至結出百萬內電車配置跟Model 3差不多會有改觀嗎 不會 絕對不會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信任度的問題 真的啦 你看大媽很多朋友去那邊吃完飯出來都拉肚子 你還要去吃嗎 我說沒有 我現在出新的囉 你可以來吃吃看 我先等別人去吃啊 沒有拉肚子我再考慮 我為什麼要當白老鼠 Tiera RS會拍影片嗎 我想拍 Tiera RS我想拍 我認真想拍 因為Tiera RS這台車就是我年輕時候 正如同你們這個年紀時候的Focus 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台很夯的車子 他最早的時候 Tiera最早的時候出舊款 後來改成這種新車頭以後 然後媽的先出1.8自排的 然後一大堆白癡買完之後有沒有 結果他03年的時候出2.0自排的 長得幾乎一樣已經變2.0 前面那些買1.8全部落賽 重點是前面買1.8那些人有沒有 他的1.8還超過1800cc稅金 全部都繳2.0的稅金 結果他媽的他新車賣一賣 1.8賣完之後給他出個2.0 前面買1.8全部落賽 全部落賽 那個二手車架全部崩下去 你知道為什麼 他1800 然後稅金是2000的 然後一開始 哇RS有里卡羅的椅子 有某某方向盤 上面那媽的音響還會這樣 那個叫等化器很帥 結果大家去買了 買完之後好像03年 03年對03年媽出2.0的 全面買1.8全部落賽 好你以為結束了嗎 沒有那些人買2.0他覺得很爽對不對 耶幹那白癡買到1.8的 現在有2.0可以買 媽的後面又出一個手牌 哈哈哈哈哈哈 幹你這會被玩死 我跟你講消費者這會被弄死 所以那時候我20歲左右的時候 20幾歲的時候 Tierro RS就等於現在的FOCUS 你看今天FOCUS ST手牌30台 好像聽說被訂完了嘛 好像聽說被訂完了 等一下我們要抽這個 魔年糯手 有沒有那個上個禮拜天 柯P的那個很好用的 他有黏土嗎 我跟你講我跟大家分享 黏土真的很好用 好不好 雖然我們這個是乾爹 Autocare 當然你能去買這個最好 但是 Anyway我說黏土對於你們自己去洗車 真的是黏土也好 黏土布也好 當然他這個是比較好收納 比較好用 因為黏土布其實不太好用 他這個剛好上面有一個握柄 所以你只要握著他會很好用 你其實車洗乾淨之後 你用泡泡上了之後 你跑過這個黏土 整台車的板筋都跑過 然後你再沖乾淨 我跟你講那車 白泡泡用咪咪咪 超級滑順 然後他這個還有一個 這個 他這個黏土是在搭配 他是在搭配這個藥水 摩羯光澤潤滑劑 就是你在跑黏土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潤滑 要不然濕濕會破皮 黏土的皮會破掉 沒有啦 怕會傷板筋 所以這個要上一下潤滑劑 好不好 要上一下潤滑劑 等一下我們要抽一組這個 小絲什麼都要問阿呆好可愛 我跟你講 這個就跟館長的助理一樣 你知道嗎 以後道歉就叫阿呆泰山出來道歉 哈哈哈哈 幹這麼簡單都不懂 對不對我現在什麼都問他們 以後出包要道歉 我就叫阿呆泰山 阿呆來螢幕前面道歉 試乘車其實了不起都簽而已 可是我覺得他那個車比較 有一種叫做展示車 有一種叫試乘車 其實是不一樣的 展示車通常有些展監的展示車 是不會被用來試乘的 他們有另外一台就是專門來試乘的試乘車 所以試乘車通常里程數會到幾千公里 但展示車不一定 展示車可能是算百公里的 所以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是試乘車的話 你就可能你就必須要去注意說 有沒有事故的狀況 你知道嗎 因為試車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他可能會A到撞到都有可能 然後再來一個很多人會擔心說 試乘車是不是被有點類似租車的概念 每一個人稍微 當然我是覺得業務如果在 跟在旁邊不至於被操 不至於會被操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業務要開去給客人 試乘路上會操他也有可能 但是展示車你就要注意說 內裝有沒有一些瑕疵 有的媽的全家大小去 小朋友在那背去背樓 動作遊樂場 在那吞人的車 我最討厭這種 我真的有時候覺得說 這個雖然這個有錢的是大爺 那你來我們場地看車 有時候你自己的小朋友 也是要稍微管教一下 有的來看這些小孩 鞋子直接踩在我們椅子上在那邊跳 那我不讓你這樣小朋友踩 又好像我們很沒力的你知道嗎 那可是我們裡面 這個工作人員 也是辛辛苦苦把車整理到一個程度 一個水準 那你小朋友來 你自己的小孩也稍微管教一下 這個東西你們還沒有買 還不是你們的 對不對 我借你用借你試開 借你們看都沒有關係 你放小孩鞋子穿在那裡打開打開 我覺得還在那裡跳 我覺得看真的 我不知道是我比較小氣 就是現場的我們在線的這些朋友 如果你們換一個角度說 這個你是在賣這台車是你要賣的 然後有人來小朋友在上面跳來跳去 在那邊 用力拽人家方向盤啊 鞋子穿在上面打來打去啊 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想如果今天 攻守交換 你們是這樣子的 你們會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大賣場那個店是比較可憐 他們從店一開然後那些電視有沒有就打開 就一大堆這樣在那跳舞 女團你最愛的 韓團有沒有 在那穿低拳在那跳舞有沒有 從開店一直開開開開開到下班 隔天來又開開開開打開電視就是 超超超超超超超到下班 如果是那一種展示機 我覺得我就不會想買了 真的你便宜我幾千塊上萬塊我都覺得 欸幹 那個好像很超的感覺 這我們剛剛講的 擠仔肉的有沒有 什麼防彈少年團 防貸少年團 跳TT TT太久了吧 管佑你跟我一樣過世了 管佑你跟我一樣過世了 很機車啊 之前我們公司展示產品 客人的小孩 手鍵拿來把玩 手材刷的產品很機歪 對 你用盼氣 我要叫你 背上也抱歉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真的會很尷尬 今天要下班了 他們可以下班 他們早就可以下班了 是他們想要陪著我 陪著老闆把這直播做完 沒有 大家晚安